当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亲人的时候 就像失去一块骨头 真的很疼 但是其他的骨骼呢 还是需要正常的生长 它不会因为失去而停止 活着的人和即将到来的人 才是更重要的 好了 别难过了 好 浩宇啊 我 我的媳妇 你这马上又要当爹的人了 你怎么也得说两句啊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 都喜欢男孩女孩都好 孙乐 告诉爷爷 现在想吃什么 我想吃点甜的 我想吃甜的 好好好 浩宇 走走走 再给你买去 好了 好好休息啊 我们给你买去 你买去 快躺下 快躺下 好 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啊 不愿守护着我们的 姐姐的人生充满了坎坷 如果她能早点放下这一切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呢